沙頭隔一條超過350年歷史的古老村莊 盛載著16戶人家的聚散離合和堅定的情義 梅子林的故事應該從何說起 我自己本人的家也窮 弟妹又多 嫁了我孫生去了英國 但是我孫生的心就是想做生意 就做了餐館和人家合奮 那個大廚很兇 我自己可能又比較純善一點 見到自己有份做生意的 引氣貪生 夾粉做生意的人又經常發揚 他病又回不了工 我剛剛休息 做到我沒得休息 要頂住他那份工 做得多 自己又勞累 又可能有些傷風感冒 咳 看醫生不懂得說英文 只是說咳 要咳 咳 無情情 滿口都是血流出來 要休息一下 在宿舍看書 看看為什麼我喉嚨會咳 一看到可能一怕 那時候拼命嘔 我孫生要等到孫生放工回來 就載我去警署 那些警署接了我去醫院 那時候 醫生證明了又說廢物又說什麼 整間餐館的人都要去檢查 他叫我不可以做事 又不可以跟別人共快 那時候我就回來香港 就調養 一位客家婦女 為丈夫 為家庭 飄揚過海 為了脫貧 奮力拼搏 改善生活 即1978年回來 屬於是調養 那時候身體比較弱 那家伙很好 很疼我 他就很辛苦 抽大這幾個子女 三個子一個女 這樣我自己 閒言閒語 跟他溝通 他就跟我說 我現在80歲了 還要跟你照顧小孩 你知道來到這個地方 回上來一次 不是很容易事 兒子已經回去了幾年 來這裡 和我家庭一起住 兒子有時候有病 又要他老人家走下去 還要搬那些米、油、鹽 什麼都是搬回來 這樣自己回到來 看到這樣的情況 他說 我現在在這裡和你照顧小孩 想扣你做好的環境 不要讓別人看到 整天都這麼窮 你都要給點心機 我說哎呀 暗暗地答應了 我一定要為他這個家庭 要付出努力去爭取他 想達到的事 他達不到的事 我想他達到做到的事 一個家庭來講 他生出來的子女 大家知道走了 大伯也走了 叔姐也走了 這樣我孫娘也走了 這樣我的心情就被緊迫 整天都想塌了 就想起庭 職路城窒 由英國回港休養 慶婚嫂和家姑相依為命 照顧幼兒 兩人建立的情意 就是故居復收的契機 正月二十八 首先要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試食 隨著各方有心人士 出錢出力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不斷為梅子林發展 加入新的項目療素 實在感恩 我希望梅子林新的一年 智力發展更上一層樓 因為不捨得自己的村莊從此消失 村民將失望化為動力 而這份動力 就成為福建梅子林的能量 安叔 他很想服村 整條村沒有人住 他又覺得很可惜 這個地方是他出生的地方 這樣想整天搞好他 早年去英國退休 他們都會回來 這樣就可以整齊村 大家回來鄉村 退休生活 比較高興些 每次回到梅子林 路途都不簡單 首先在沙頭角搭船去荔枝窩 下船之後 還要向山上行三十多分鐘 才可以去到梅子林 沿路緩緩上坡 如果天氣炎熱 這段路都可以十分吃力 村民一般會約好一起回去 不僅沿途 可以互相照應 而且一起回到村 就更加熱鬧了 不過有緣的人 都要受過很多磨爛 才會懂得體悟 那個吳勝仙會慢慢走出來 慶分數復收完成的新居 並非單單私人居所這麼簡單 而是成為牽頭作用 為復收梅子林 邁出一大磅 我安叔一說 要整好這條村 義工又這麼勤力 這樣 安叔說 嫂子 你這間屋 建好來就很漂亮 幫助那些人 有個信心可以回村 如果有人帶起頭來 就比較快些 那條村 比較容易落實了 我鄉村的風貌 又回來了 那個熱鬧 這樣我自己 啊 對啊 反正我都是 有個心願未了 我現在都七十歲了 可以帶動梅子林 可以復興的 這樣我都可以做 好啊 整天都叫安叔 給我留意 看看有什麼建築的人 可以回去村 給我建的那間屋 這樣 叫他給我密室 那我就在那裡等 等到後來 看他兒子的那間 正在做 他說啊 是啊 都好啊 叫他起 重新可以起 回上來 就可以又耐一點 又不用說 要望那些子女去幫我完成 如果望子女幫我完成 怎樣完成呢 他們在外國生活 他都沒有那份感情在那裡 還有呢 他要貿貿然 那些人在外國回來要停留 要去找那樣人 找那樣人去完成 還更加難了 那不如我自己做了去 就是這樣 現在完成了我就安樂了 今次組屋重修 重要的體現了 群察的力量精神 我也希望 藉此重修項目的 圓滿成功 能夠吸引這麼多 共建鄉舟社區計劃當中 堅持可持續發展的路向 活化梅子林村 及更多香港的偏遠鄉村 今天歡迎大家 過來梅子林 遊會 不怕辛苦的話 梅子林是很漂亮的 故居復收的心願已經完成 慶婚嫂仍然是對梅子林非常之愛護 慶婚嫂其實還有一件事是需要進行的 文化梅子林的專家 預定的情続 請大家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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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